名侦探柯南名场面之 中门队局 他们是被称为柯南中最帅气的两个人 一个是柯南最害怕的对手 擅长领导刺杀 洞察 应变能力都属一流 是目前的黑方一哥 一个是黑色所着最忌惮的人 神秘感十足 是佛伯勒的王牌搜查官 仇人见面分败眼红 两人一见面就是生死对决 秦九手上的气功器被子弹击落 市井秀一又一次压轴登场 在七百码的距离开外 接着一气狙击擦伤了秦九的脸颊 险些把他打成狼颅 好久不见 我亲爱的九场情人 面对如此远的距离 拥有超过六百码射程的顶先狙击手G&D 对着赤井开始疯狂瞄边 而赤井淡定地对着秦九连续输出 幸亏他穿着防弹衣 要不然只要被打成筛子了 佛伯勒 原来是这样 秦九的怀烈对象从大叔身上转移到了佛伯勒 随着一阵汽车的轰鸣 黑色组织撤退 在背下的面子裹失能力下 秦九放弃了对大叔的追杀 虽然我不认为牟利小五郎是完全清白的 但谁叫他是你很喜欢的侦探呢 下一步 他们将会不择手段地营救基尔 另一边 土门康会主动放弃了选举 原因是他的父亲在二十年行事 被人揭发有婚外情 这次的事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不过 故事还没有完哦 在水如连奈落入福伯勒手中的情况下 红与黑的碰撞即将拉开序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